在台灣方面 520蔡英文總統在連任之後 其實川普政府支持台灣的力度 是變得越來越公開化 甚至有一些官方性的暗示出現 經常他們的新聞稿 就秀出中華民國的國旗跟美國國旗 美軍也不斷地加碼 在反制中共的霸凌 如果川普總統 沒有辦法成功連任的話 你認為說美國對台海的布局 會不會持續延續下去 另外能否簡要搭配回顧一下過去 美國共和黨跟民主黨執政時期 在台海的軍事反應 好 我想後面的這個問題 講完之後大概可以知道 前面的問題的答案 我先簡單回顧過去 就是說幾次台海危機 美國的政府到底是哪一黨執政 對台灣的安全上的維護 它的一個做法怎麼樣 基本上來講 大概過去都講三次台海危機 但是我如果從比較早一點 就1949年國民黨撤退來台之後 立即面臨的 就當然是中國的軍事威脅 特別是在1950年還在爆發前 我們知道那時候的美國總統是杜魯門 他是民主黨 杜魯門那時候本來他的一個 東亞的一個戰略 他本來是想要 他有一個新月型的防禦圈 那時候本來他想要只有確保 南韓跟日本 本來台灣跟菲律賓是打算拋棄的 本來一度是這樣做 但是因為寒戰爆發 寒戰爆發你就知道 國際情勢瞬息萬變之後 也會影響到美國華府的決策 所以那時候立即6月就下令派遣第七艦隊 這個大概台海巡逸 所以你看這個做法是180度的轉變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看他那時候是民主黨的總統 再來就是說第一次 真正列為第一次台海危機 1954年那時候 包含一江三島 大神島撤退 九三砲戰那時候 那個時間點 那就是共和黨的艾森豪執政 那時候艾森豪他1954年事實上 跟台灣還簽了共同防禦協定 那當然更進一步強化台灣的安全防衛 那到了1958年的時候金門砲戰 那時候也還是艾森豪執政 那更不要講 甚至那時候直接就進駐這種戰術性的 屠牛式的飛彈核武到台灣的台南基地 那把這個第六艦隊 甚至接合第七艦隊 好幾艘的航母打擊群 都在台海周邊替台灣維護這樣的一個安全 那最近一次的話 當然就是1995 1996年台海危機 那時候是克林頓 克林頓他是民主黨的總統 那同樣的直接下派 下令指派這個獨立號跟尼米茲號 一南一北 那在守護著台灣的這個安全 換句話說整體我們這樣觀察下來 就是說幾次的台海危機 到底美國是不是有出兵或加大兵力 來維護台海的安全 似乎跟他哪一黨的總統 沒有直接的關聯性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也意味就是說 今天不管你是哪一黨的總統執政 他華府在這個中國政策上面 或者是台海的安全政策上面 他有一個基本的底線 就是說完全沒辦法接受 中共用武力的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 這個底線不管你哪一個政黨執政 我們看起來 過去至少幾十年的經驗累積下來 這樣的一個規則是不會改變的 也不會被打破的 那所以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在平時還沒有升高到 這個軍事嚴重衝突跟對峙的情況之下 也許共和黨執政或民主黨執政 他在對北京的政策上面會親疏有別 那當然親疏有別 這個有兩個這個關鍵因素 一個是國際的環境 另外一個是國內的一個政情 那像現在川普在執政過程之中 我們當然知道就是說 至少近期來看 我們從實際的行為來看 他不管去年外界包含 譬如說前國家安全顧問 這個波頓出書內容的一些爆料內容 指涉的不同的看法也好 但是從結果來說 我們看到F16V的戰機 台灣還是拿到了M1A2的戰車 這是我們過去台灣跟美國申購非常久 那最後至少在川普政府任內順利獲得 那這樣的一個結果代表什麼 就是說今天你只要台灣的一個 不管是我們的國家安全利益 只要能夠跟美國的利益 能夠相互結合 特別是台灣自己 有這樣的一個比較好的優勢 那有價值的提升 讓美國認為說 有必要進一步跟台灣合作 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不管現在未來的總統是哪一個政黨 他只要覺得說你的台灣的利益 有助於美國的利益 不管他是個人的選舉利益也好 國內的經濟發展利益也好 或者是真正重要的國家安全利益 的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對台的安全的維護 還是會持續下去 那特別是目前來講 不管是民主黨或共同黨要執政 你未來反中 這樣的一個重要的一個主軸 都必須要秉持下去 否則對這個 他不管是11月以前的選情 會有影響 那對未來的執政也會有影響 在這種的一個大的一個 國際架構跟趨勢的發展情況之下 我認為台灣的安全跟美國的合作 應該還是可以獲得很大的確保